就没有好些人啊 谁可以帮帮我 阿姨 你能不能帮帮我 你谁让我帮你 阿姨 你就行就好吧 我都好几天没吃饭 你没吃饭 跟我什么关系啊 这么大的人啊 不知道出去找个工作啊 我也想出去找公子 可是我奶奶生病了 我走不开 我还要照顾她呢 你行了吧 你看你奶奶生病了 这种人啊 我见多了 我看你就是懒 怕干活 这么大的人呢 还出来给别人要吃的 你不知道丢人啊你 阿姨 我说的不是真的 你就是你 你对的什么呀 跟我一边去 我来一天给你 那是怎么能这样的 里面怎么有个女孩 姑娘 你这怎么了 我在这哭呀 大哥 你能不能帮帮我 你先别着急 你这是怎么了 遇到什么困难了 大哥 我奶奶身边了 我没钱给她看病 什么 你奶奶生病了 你 你父母呢 我父母 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不在了 我是跟着我奶奶长大的 现在我奶奶生病了 我连药都不能跟她买 大哥 后求救你了 你帮帮我吧 姑娘 你别着急 你先拿着吧 你刚才不是说你奶奶生病了吗 剩下的钱啊 你给你奶奶买点营养品 给她好好补补 大哥 今天太谢谢你了 你真是个好人 你也别这么说 这谁还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啊 那个 你应该还没吃饭吧 没有 我都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这样 那个 我家就在前面 你要不然先去我家吧 我给你拿点吃的 就你家 对 我媳妇也在家的 对吧 让她给你做点吃的 你自己看哪边有的了 过码吧 拿点东西咱们走吧 姑娘 喝进去吧 走 姑娘 坐吧 我现在特别走 你就不坐了 没事儿 没事儿 坐吧 你先等一下 我让我媳妇 给你做点饭吃 燕子 燕子 来了 来 司马 她是谁啊 燕子 她是我在路边碰到的 特别可怜 她奶奶生病了 她也没办法给她奶奶看病 所以我就给她几百块钱 让她回去给她奶奶抓点药吃 她说好几天没吃饭了 你去给她做点好吃的 啊 给她做 是啊 她现在又要困难了 咱们帮帮她 行 我知道了 我接个电话 嗯 喂 啊 是我 啊 在小区门口呢 那行 我现在就过去 好 我有个快递走了 我先去拿一下快递 你一会儿先来做点饭 让她吃一点 啊 行 我知道了 我先过去 你哪来的臭乞丐啊 啊 这尊宝把你领回来 你就过来啊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骗子我见多了 满大街都是 你骗了了她 你骗不了我 你说什么奶奶生病啊 你这种人就是没有底线 为了挣钱什么都敢说 她给你钱你都要啊 你拿着这些钱 你有没有还过你啊 那个 大姐 别叫我大姐 谁是你大姐 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奶奶真的生病了 行了 像你这种骗子 那骗人的伎俩 咱们换个借口 什么奶奶生病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没有骗你 行了吧 闭嘴吧 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 眼睛尊宝她傻 她心里好 她相信你的鬼话 还让我跟你做办事 你一个臭警战 凭什么呀 你起来把我家沙发都梦干 站起来 自己什么身份 不清楚呀 随随便便坐到人家家 我告诉你啊 趁她没回来之前 你赶紧走 我 你什么你啊 非得让我动口是吗 走啊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走 快点 怎么了 不是 燕子 你干什么呢 孙总 他一看就是骗子 也就是你心情善良 相信他的鬼话 什么奶奶就命了 他就是不忽欠你的 找他借口 什么骗子 燕子 你怎么回事 我让你给他坐车子的 你怎么敢打走啊 还有 钱你拿着干什么 你从他要过来了 你拿着 李尊宝 你干什么呢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里装辣好人啊 你说什么呢 什么辣好人啊 这人家都这么可怜了 你为什么还要欺负他呀 行了吧 你就别在这里装善良了 你自己公司都生什么样了啊 都津津破产了 你还拿着钱给别人呢 你等着伤他出骗吧你 燕子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公司是遇到困难了 但是咱们日子过得比他强嘛 啊 这既然看到了遇到困难了 你怎么能受手狂欢了 你自己都说什么呀 你马上也要拿着我 出去要慢了 还有闲心管别人呢 还是关闲你自己吧 燕子 我一直以为 你 你身上有爱心 善良的女孩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行了吧 我也不想抓了 我当孤之所以跟你在一起啊 也就图你啊 你家有钱 你开着公司嘛 现在你家的生意啊 越做越差 公司马上就要倒闭了 这种日子 我还跟着你干什么呀 不就告诉你 咱俩离婚 你说什么 离婚 好啊 燕子 我没看出来 你竟然是这种人 我是这种的什么了 难道以后我要继续跟着你 吃抗厌菜呀 还在这里充好人 你脑子有病吗 你可怜这个企业 把你的家庭送给他了 我还不管呢 你 大哥 对不起啊 要不是因为我 你们两个也不会吵架的 行了 这件事自己没关系 我没想到 他竟然是这种人 以前是我看错他了 姑娘 你别往心里去 这件事不怪你 那个 让你见笑的 你不是说你奶奶生病了吗 你啊 赶快拿着钱 去给你奶奶奶拿药去吧 那行啊 谢谢你的大哥 你放心 我家里有事情的 我一定会好好挂打你的 行了 你帮我走吧 好 这好几年过去了 也不知道当年帮助我的那个大哥 今天过得怎么样 现在 你去看看他去 来了来了 大哥了 小姑娘你找谁啊 我找你啊 你找我 你先进来吧 姑娘 怎么认识吗 你不记得我了 你几年前还救过我 当时我在路边乞讨 你还给了我几百块钱呢 哦 是你啊 当时你奶奶生病了 需要给你奶奶拿药 对不对 对 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那你进来说吧 小姑娘 来来来 快坐 小姑娘 这么多年不见 你变化可真大呀 我真的没有认出来 是吗 那个大哥 家里就是你自己啊 是啊 我大嫂呢 我记得 那个时候 你们两个吵架了 后来怎么样了 我们呀 离婚了 这都是因为我 要不是我的话 你们两个也不会闹上这样了 行了 怎么能怪你呢 这当初我也没有想到 她是那样的人 当初我公司生意好的时候 她呀 就我百依百顺 我原本以为 她是个善良的女孩 可是没有想到 唉 算了 这事啊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不提了 对了 不说我了 唉 说说你 你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我奶奶 她身体挺好的 这一切她就要改进你了 当年 如果不是你给我那些钱 让我去给奶奶买料的话 我奶奶 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唉 别这么说 这说实话 听到你奶奶现在好起来了 我心里啊 也替你感到高兴 那个 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现在 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 什么 你开了公司 是啊 这当初 我奶奶病好了之后 我就出去创业了 没想到 她生意越来越大 现在开了一家公司 真看不出来啊 这几年前 还是一无所有的 一个小姑娘 现在 都成公司的大老板了 大哥 你别这样说 我能有今天 还得要拜托你呢 这当初 是你先帮助了我 才有我今天的这样的结果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感谢你 你也别这样说 这一切 都是你自己的努力 行了大哥 你别客气了 现在卡里啊 一百万 你拿着 什么 你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我不要 大哥 这个钱你就收着吧 那当初 我酒的时候我就收了 等我家里有书记了 我一定好好报答你了 可是当初 我也没帮你什么大忙 就给了你几百万钱呀 你这一百万 我实在是承受不起 大哥 你别这样说 虽然只是几百块钱 但是对我来说 却是我奶奶的救命钱 我奶奶对我来说 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你救了她的命 你帮助了我 那你就是我们家的大爷的 这个钱是你应得的 你就不要再推死了 可是 这 这也太多了 那个 你还是收回去吧 这滴水的人啊 当永远相貌 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 再说了 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你就收下吧 那行吧 这个钱啊 我就收下 再谢谢你了 谢谢什么呀 大哥 这就对了 你看 这也都翻点了 要不我请你去吃饭 这个饭 还是我请吧 你看 这几年前 你来我回家 我让你吃饭 最后也没有吃成 这算我欠你的 今天我请你吃饭 那行 咱们边吃边聊 啊